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奥雷 今天带来1959年上映的美国犯罪惊悚电影《恐怖之城》 因伙同育友越狱和携带高纯度海洛因 极恶重犯文斯遭到了警方的追击 无论警方如何鸣笛失忆 文斯都丝毫没有要停车的意思 在这一过程中,怀抱海洛因的育友逐渐感觉身体不适 到了后来,他甚至连忍耐都做不到 为了逼文斯送他去就医 他只能选择抢夺方向盘 文斯因此大发雷霆 直接将他打得晕死过去 这毒品可是好不容易才弄到的 怎么能轻易舍弃 利用叶子掩护 文斯在分岔路口及时跳车 将警方引诱到了错误的方向 之后他又找机会偷了一辆车 听着广播里传出的新闻 文斯不禁心情大好 见有路人求烧带一程 他都没有拒绝 在与路人闲聊时,因为太过于放松 文斯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真名 不过路人当时比较困 并没有记住他的话 天亮后,文斯如预料中那样 在路口遇到了林检的警察 凭借着一堆假证 他轻易便将警察骗过 路人只记得他的姓 而姓刚好是假的 能与假证对应 因此警方的林检并未起到效果 为了成功越狱 文斯一路上杀了不少人 警方查无所获 只能一遍又一遍的发布通知 让市民远离文斯 并积极举报 刚摆脱追捕 文斯便急不可耐的与女友穷恩团聚 他表示自己主动越狱 是因为他不想耽误穷恩的青春 那一罐海洛因值不少钱 等他将其变现后 他就可以带着穷恩远走高飞 不过实际上 罐子里面装的并不是海洛因 而是放射性物质古六灵 本来古六灵是被放置在监狱医院里 结果没想到 文斯在越狱时意外发现了他 由于文化程度不太高 文斯误以为罐子里装的是高纯度海洛因 马克中尉没有将真相公开 表面上说是因为担心引起市民的恐慌 实际上却是害怕担责 为了防止市民和媒体胡乱猜想 马克只让少部分受过专业训练 不会透露真相的士兵穿上防辐射服 其余搜寻和缉拿人员则完全不管 古六灵极易受热升华 传播效率特别高 而且装他的罐子还不是特制的 哪怕罐子一直没有被打开 他也能一步步逐渐穿透罐体 原来育有突然身体不适 就是因为受到了古六灵的影响 由于文斯没有朋友 警方只能选择监视穷恩 穷恩表示自己没有见过文斯 如果警察要来他家可以随时来 文斯早就猜到警方有此一招 所以提前给穷恩制定了相关对策 老威是文斯曾经的雇主 皮特则是文斯的前小弟 他二人也值得调查一番 到目前为止 警方连文斯大概躲到了哪座城市 都没有搞清楚 这样抓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无奈之下马克只能采取华莱士博士提出的建议 让各大医院把48小时内胃痛和无端呕吐的病例上报 然后再对相关病人进行调查 被放射性物质初步感染 便会出现类似症状 如今情况紧急 有调查方向 总比没有好 为了卖货变现 文斯今晚一整晚都在绕路兜圈子 此举是为了防止警察跟踪 之后又在销赃小屋的不远处静坐了30分钟 直到确定安全 他才终于进入屋内 没想到老威表面上只是一家鞋店老板 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可私下却是当地的销赃大王 文斯能够得到帮助顺利逃出监狱 主要就是因为他在暗中动用了超能力 之前皮特在无意中发现 老威似乎一直和文斯这个通缉犯保持着联系 为了堵住皮特的嘴 老威不得不时常送鞋子给他穿 见文斯一面实在太难 毕竟警方几乎全天都在监视 受苦料零影响 文斯感觉自己越来越难受 原本以为只是病了 休息几天就会自然康复 可现在他竟然开始频繁出汗 并且无论喝多少水 很快便会再次感到口渴 几双鞋子并不能打发皮特 如今皮特又知道了文斯的位置 自然会以此为要挟 向文斯索要更多好处 文斯为了安抚他 只得答应给他两万五 调查完病人 警方依旧一无所获 如果明天还是这样 马克的上级就必须将此事告知于市长 与此同时 某位警员利用仪器检测 成功找到了文斯偷来的轿车 并且还在车里发现皮特的尸体 根据检测得知 车内温度异常升高 很可能是古六零所导致 虽然文斯销毁了车辆相关信息 但他忘了 发动机上是有编号这种东西的 靠着编号 警方成功确定 此车为失窃车辆 而偷车之人极有可能是文斯 健身体越来越虚弱 文斯不得不想办法 尽快逃离此地 等成功到达巴西后 他就可以去医院检查和治疗 只是没想到 杀害皮特这件事做得不干净 要不了多久 警方就会查到老薇身上 老薇别无选择 只能和文斯一同跑路 在此期间 女员工需要暂待店长之职 以免引起警方的怀疑 文斯认为 老薇不能体谅他的痛苦 找点关系 逃离此地 哪有这么麻烦 而老薇则觉得 自己的麻烦都是文斯带来的 而且文斯的那个罐子 太过坚固 根本打不开 如此一来 该怎么评估 罐子里的东西的价值 就算他现在狠狠地压低价格 那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女员工为了帮客人拿货 主动来到了后方仓库 结果刚好偷听到 老薇和文斯的争吵 没想到 肖脏小屋 竟然是老薇的仓库 根据皮特身份不符的 高档皮鞋 警方终于可以将老薇锁定 只是可惜 当他们接到 女员工的报警 赶到事发现场时 老薇已经死在了文斯的手上 不过还好 文斯离开这里 还不到十分钟 应该跑得不远 由于口渴难耐 文斯在驱车逃离的途中 专门停车喝了点水 而冠子则因为车子没有停好 滚落到了地上 文斯在出发时 并未注意到这点 随后 冠子被名牢者捡到 过了几分钟 文斯终于发现 冠子不见 虽然他第一时间 返回原地找到冠子 但这一来回 却耽搁了太多的时间 再想逃离此地 时间就肯定不够用了 另一边 警方再次请来穷恩 希望穷恩能劝劝文斯 早点自首 或许他还有救 穷恩一开始 并不相信警方 甚至以为自己身体不适 只是因为感冒而已 直到医生当着他的面 检测出了他身上的辐射残留后 他才终于坦白一切 供出了文斯的躲藏之所 文斯自知逃物可逃 因此主动回到租住的房屋 独自生闷气 可再听到警笛响起后 他还是习惯性地支撑起身子 刺激逃跑 只是马克为了抓他 几乎动用了全程的警力 连退休警察都被临时召回 他又如何逃得了 捡去路 禁述被堵 文斯只得进入一旁的咖啡店 听天由命 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情况下 他就算再能忍都没用 见文斯脸上邪满痛苦 并且还咳嗽个不停 顾客们和店主逐渐意识到不对 他是不是那个文斯啊 惊慌之下 几人非烈似的逃出了咖啡店 此时咖啡店已被警方层层包围 文斯尝试了一下逃跑 但身体却已经不听使欢 面对警方的劝降和说明 他始终不屑一顾 这东西如此重要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我可不能上当 直到生命尽头 文斯都死死的抱着罐子不放 好像罐子比命还要重要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